欢迎收看2月3号大年29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志正 那还有两天就要过年了 雪州书邦在野的一个贩毒集团 本来想在新年前夕赶着出货 发一笔新年独裁 结果遭警方识破 一网打尽 并期货了价值560万令吉的克他命毒品 警方揭发 有关市值560万令吉 重达92.7公斤的90包毒品 是在邻国进行包装和提炼 贩毒集团把毒品藏在绿茶袋 企图瞒天过海 再运入我国在巴胜谷地区脱售 这批毒品一旦成功流入市场 可以提供超过30万名瘾君子稀释 贩毒集团可以从中赚取翻倍的利润 这也是警方在今年内 倒破最大宗的克他命毒品案 警方是在本月1号晚上7点40分至晚上8点 短短半小时内兵分两路 在书邦在野和双西茅诺地区展开取缔行动 并成功逮捕了正在开车载送毒品的 一名华裔男子和两名乌裔男子 三名嫌犯目前被严扣7天 警方正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B条文 调查此案 位于双西大年大街的元龙金钻行 过去两个月连续招十枪匪徒打抢 没想到今天凌晨又再度遭匪徒盯上 这次是飞天贼潜入报窃 那同一家金店在短期内遭三度报窃 可以说是迫不担心 元龙金钻行分别在去年12月15号 及今年1月20号被抢 第一次被抢时损失约20万令吉 第二次劫匪再度闯入金店 却敲不破玻璃橱柜 并且触动了警铃 匪徒只能空手而逃 来到今天的凌晨三点多 一名独自干案的匪徒 潜入该金钻行的厨房内 但基于厨房的门绳锁 窃贼爬出后再从隔壁商店登上屋顶 再潜入金钻行的一楼 瓜拉姆拉县警区主任阿兹里透露 根据毕竹电视的画面 嫌犯从屋顶潜入后 准备钻开楼梯旁的三甲板 再潜入金钻行时 触动了防盗警铃 随后逃之夭夭 虽然窃贼还没来得及 潜入金钻行就空手而去 但这已经导致金钻行 面对约2000令吉的损失 警方也透露 嫌犯留长发 皮肤白皙 盖烂时穿着极稀的短裤 格子衣服并戴着吊带包 警方正援引刑事法典第四五七条文 展开调查 新加坡政府早前宣布 将从4月1号起 禁止拖欠交通罚单的外籍车辆入境该国 那柔州行政议员潘韦斯就建议 我国政府也可以采取相同措施 来一个你做初一 我做实物 潘韦斯也是柔州国际贸易投资其公用事业委员会主席 他昨天出席活动时说 实施这项措施的目的并不是束缚或禁止外国车辆进入我国 而是维护国家主权 他认为新加坡政府实施上述措施是新加坡政府的权利 大马或泰国车辆要进入该国就必须遵守该国的法律 他说相对的为了公平起见 新加坡车主来到大马也必须遵守我们的法律 如果新加坡车主有交通罚单就必须讲薪 那明天是除夕夜 家家户户都会一家团圆吃团圆饭 有的人为了维持苗条的身材 或是减少患上糖尿病的风险都会少吃白饭 但研究就发现 如果大家选择吃更多的红肉或面食来取代白饭 对人体其实更不健康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 少吃白饭未必会减少患上糖尿病的几率 尤其人们以红肉或动物性食物取代 来获得相同的饱足感 但这样的饮食往往会导致患上糖尿病的风险提高 专家解释 尽管减少摄取白饭 但替代食品如面食的烹调过程 或许会有更高的糖分、盐分和油 然而 如果以玄麦食物或蔬菜来替代白饭 则可以降低患上糖尿病的风险 专家就提醒民众 注意替代食品的选择 否则如果减少白饭 却食用更多不健康的食物 只会适得其反 那在过年期间 大家也要记得注意饮食 别吃坏生子咯 那农历新年又是五师五龙的季节 但是制作狮头的技艺 如今可以说是买少见少 槟城一名男子白天是水猴匠 空闲时却是龙狮头制作的师傅 而且这门文化技艺 他一做就做了36年 看本报的独家报道 55岁的刘桂秋白天是一名水猴匠 干这行是为了养家糊口 但是制作龙湿头却纯粹是兴趣使然 其余小时候很爱武师 刘桂秋年轻时就加入武馆学武师 也跟着师傅学制作湿头 那一年 他从师傅那里讨来坏的湿头 回家自学钻研后 就一直做到现在 尽管刘桂秋是业余的湿头制作师傅 名气不大 但还是有武馆人或牧民者 找上门来订购湿头 他透露 做一个湿头要15天 如果以平均每年制作15个湿头计算 过去30多年来 刘桂秋已经制作了四五百个龙湿头 刘桂秋说 制作湿头最难的部分 不是上色或外形 而是结绑湿头的骨架 必须整个人钻进骨架 少点耐性都不行 一旦完成骨架 其他工序就简单了 基于制作湿头非常考验耐性 许多人学了两三天就放弃了 就连他的孩子也没兴趣传承记忆 那记者就问道 会不会担心湿头制作的传统文化记忆失传呢 刘桂秋只能无奈地说 担心不来 以后再打算 那槟城一名退休人士倪正喜 过去30年来与猪结下了不解之缘 爱猪成吃的他 共收藏了高达200多个各式各样的猪造型公仔 不管是任何材质都应有尽有 令人大开眼界 新闻结束前就带您一起去看一看 那在这里也要提醒您 虽然明天和后天 中国报会配合农历新年休息停刊两天 但是新闻抢先报 还是会准时在晚上的七点为您送上 在这里也要预祝大家 过一个幸福美满的猪猪年 猪事如意 新年快乐 我是志正 祝您晚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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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